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是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碎莲 为什么说很多人喜欢呢 因为它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是水生植物 非常的好养 我买了两个品种 一个是V型的 一个是中型的 这个V型的非常适合在家里的阳台种 而这一个中型我是打算种在缸里面 就是这个缸 水我已经把它倒掉了 现在就去处理这个苗 先把这个碗莲给取出来 它是用这个海咸给它包着保湿 哇这个大白根 不错吧 这个苗不错 然后再把它泡水 这个V型的真的是很小很小很微型 因为它的这个盆还没有到 那我就一直泡在这里 而这一个的话泡两个小时就可以给它种下去了 我先来把种碗莲的泥给调好 种这个碗莲 最好用这个糖泥来种 如果没有糖泥 用这个田园土或者山泥也是可以的 想买这个泥的花油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现在就可以加水搅拌了 这样就搅拌好了 然后让它稍微沉淀一下 把表面那种脏水给它倒掉 沉淀了半个小时了 现在我就把上面的这一层脏东西给它弄掉 已经泡了两个小时了 糖泥也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来种了 我是用透盆的方法来种 就是在这个干里面再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盆 这里面的盆口径是30厘米左右 高的话大概16厘米 然后这个钢的口径有42厘米 高的话有48厘米左右 这样的话就比较合适 现在这个盆底加点底肥 我用的是这个醋花缓吃长效肥 这么大的盆加半包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往里面加泥 这个泥还不是有点碎 就像这个银子 泥夹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这个碎帘给处理一下 像这种感觉是已经没用的根 就给它剪掉 主根它是修过的 就可以不用再修了 这样就处理好了 然后再把它种下去 把这一头顶到一边 底下的全部埋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再给它加水 如果是想让它更干净的话 可以在面上铺一层这个石子 会好一点 这样就可以让它稍微沉淀一下 再放到缸里面去 我先往缸里面加点水 这个碎帘放在这个缸里 已经沉淀了一天了 这个水没有那么混濁了 可以给它加水了 加这么深的水位就差不多了 等后期它涨起来了 再继续加水 再帮它要加水 然后再给它留意